仁宝你好! 臣妇好! 哦,怎么来这里呢? 对啊,感谢天主! 他们第一时间找我说,要跟来阿光神父的家的时候, 我一口气就给他答应了! 哎呦! 对啊! 对啊,因为很期待,越南也没来过! 好! 对,所以就怀着一颗非常雀跃的心情,来到这边! 那昨天上车的时候,我才知道,我来这边, 我是排倒数第五,年轻嘞! 第五年轻哦? 是啊,第五年轻嘞! 那我还是好像比你排前面一点! 哈哈哈哈哈哈 哦,所以很忙啊,工作,还有 呃,还有好像你们家,还有一个小宝宝,对不对? 他也能够放下,来这边 那你有想念他们吗? 有,有,有,很想念,然后特别在祈祷的很多意象当中, 都特别为他们祈祷 那昨天晚上,我们就经过几次的那种停电啊 那我感觉到说,我们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对对对,那因为我们有心理的准备,所以我们停电,我们就没有惊慌嘛 可是我们隔壁,隔壁的房间啊,也是我们来自我们台湾的,然后他们就在走道上,就很惊慌啊 然后就说,就就说,门不能关啊,就很怕发生什么事情,整个晚上很吵,到十一二点都还很吵 对,所以我觉得说,因为有天主跟我们临在,我们都能处遍不惊,然后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一切,有天主跟我们同在 是啦,我们来这边呢,对,除了我们去看这种天主撞造之美,我们这个团还有一个特色是说,我们要去体会别人的生活,对不对 对,体会这边,所以你觉得说,这样的心情应该比较好,对不对 对,然后加上来这边,像昨天我打电话回去,我就跟我们家人讲说,这边真的很落后 可是我们落后呢,人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方式,所以沿路上这样看哦,我发现他们每个人家里面很暗,可是他们都没开灯哦 然后我们去参观刺秀的时候,那个很伤眼睛的刺秀,那个他们里面的小姐,灯光也都不够 对,表示他们这个生长的环境,这是这样子,可是他们都很甘于,很接受这样子的环境 所以真的是每个地方的民族性,都有它的特色 好啊,那我相信你在这几天那么短短时间,还在更发现更多更多那种的美丽 是,谢谢,感谢天主给我这个机会 好,谢谢